大埔這個人口超過三十萬的地區 真是不愁無喝酒的地方呀 摸酒杯底不分國界身份地位 無論什麼人都可以透過酒精獲得歡愉、慰藉 或者宣洩一下他們的壓力 但這裡就是與別不同 這裡有很大陣的英國鎚 有很多外籍人士在這裡聚腳、堆酒、吹水 是大埔陽氣最盛的酒吧 而這裡就是King's Belly King's Belly 在大埔能夠自成一格 很受到外籍人士歡迎 很大的程度因為他是揚入住很深厚的英國風情 而背後的原因是因為他老闆都深受英國文化所影響 Kenny 是大埔臨村人 四歲開始去到英國生活 二十歲左右就回流回香港發展 由於在英國的時候已經整天蒲巴 加上又在英國朋友身上學了很多有關酒的知識 回流回來開酒吧就變得很順其自然 啤酒每間酒吧都有 但這裡有一種啤酒不容易在香港喝到 所以我一坐下來 Kenny就說要用一種很特別的啤酒 為我展開這天的對酒之旅 首先我做一杯Pilsa給你試試吧 它是1842年 由一名德國養酒師Joseph Croy用下層發酵法 還有當時算是新的淺色麥芽 再經過三次煎煮Decotion去養製 是世上最早的Pail Lager來的 有啤酒鋪的Pilsa 其實有三種針法 分別是Snage Hidinger 和Miko 其實啤酒鋪的比例多少 你喝下去的口感和味道都會有分別 首先我先說Hidinger 它比較Refleshing 針出來的鼻子有三隻手指的形狀 這杯叫Snage 它的啤酒比例是兩份啤酒 三份泡 上面有一份空間 讓你喝下去 又不像是一杯Lager的啤酒 但是它喝下去 就比一杯小的Lager更Refleshing 這杯就是最多泡的Miko 它跟其他啤酒的針法是很不同的 為什麼要這麼多泡呢 就要讓你喝到它們專用的Snage Hop的方香味 你也會喝到麥的甜味 無論哪一種針法 攝氏5至7度是最好喝的 其實針三啤是很講技巧的 要準確針出三種不同泡沫的Pisla 就更加困難了 為了掌握這種特別技術 2019年 Kenny去到Pisla的發言地 捷克的比爾心士 學習如何針對Pisla 更加以96分的優異成績過關 每一位是這間酒廠考獲Tempster資格的學員 都會得到一條用人手做的皮製圍裙 而且每條都有獨立編號 而Kenny那條就是252號 多謝你先介紹 想不到這個啤酒 也有很多泡沫喝 話說回來 為何你會在大埔這個地方 開一間這麼驚悉地道的酒吧 我覺得大埔人是會接受外國的酒吧 因為始終香港也是一個華洋共處的社會 大埔在我眼中就不是很鄉下的 在80年代開始 大埔有工業村 開始外國人的人口的數目 都日漸增加了 我本身都在一些外國的酒吧做過事 我覺得大埔都很需要有一間外國的酒吧 給外國人 或者介紹一些外國的美食 給一些老闆人 由於啤酒是這裏很主要的收入來源 所以為了確保客人可以喝到最佳狀態的啤酒 開店之前 有些功夫就一定要做 而且還涉及了一些專門的知識 早上回來 我們都要放一放啤酒 放啤酒的原因是 因為一些隔夜的啤酒 它在喉嚨中間 在喉嚨中間 會暖 會不新鮮 不同的啤酒 會有不同的氣壓磅數 最主要是影響氣的流量 和口感 例如 Cyder 或者Laga 類型 比較爽身 大概是40磅至45磅左右 而去到Genex 質感要比較滑 它的氣壓力都會不同 它會用N2去做 然後大概 磅數會去到45至50磅左右 經理Morgan 在Kings Belly已經超過10年 它也有去捷克 考獲Pisla的Tapster資格 除了對啤酒有相當認識之外 它也是一名好資深的調酒師 我一直都以為 調酒師只需要對各種酒有認識 再將它們左搭右搭 最後搭出來 那杯好喝就可以了 原來當中 有一個竅門很難掌握 Cyder 作為Bartender 有一個很需要長時間學習的技巧 就是跟客人的距離 如果你是一個新的客人 你要怎樣去拿捏那個距離 就是 你如果過份熱情去對客人 他可能會嚇怕 會不再來 但如果他有一個太遠距離的話 又會令到他可能被忽視 又留不到這個熟客 這個真的要靠一個經驗去累積 而去拿捏 每一天都在學習 所以其實做Bartender 是一件很好玩的工作 我和Morgan已經熟到零距離 他怎麼會跟我客氣呢 他立即出手做一杯咖啡給我享受 Dark and Stormy 裡面是有薑啤 有青檸汁 有一個叫Gusling的Dark Room 如果用其他Dark Room去做 這個drink不可以叫做Dark and Stormy 其實做完出來 它的味道會比較清爽 比較清新 同時你會喝到有少許梅味 咦? 喝得下啊 OK 今天做到OFactor來喝一下 看著你回不了家 今天我用了Saccapa 23的Dark Room去做 平時做OFactor來是用Bourbon 一些美國的威士忌去做 但其實很少可以用Rum去做 這個Dark Room的味道 濃郁到感覺像是Bourbon 加上少許的Chinley's S.O.P 還有兩種不同的Bourbon 一個是巧克力味,一個是Original 還有一些橙皮 我還沒喝的時候 已經聞到很大的橙香味 我覺得這杯的味道很複雜 好像一些乾果 皮革或豆蔻的香料味 複雜得很接近 雖然我很喜歡這杯IBA 國際調酒師協會的官方雞味酒 不過酒精的東西不用多 夠就可以了 是啊,我倒了 說明是喝酒當然是喝酒 不過我意醉也很容易醒 尤其是聞到咖哩香氣 立刻整個人餓醒了 其實在1810年 英國已經開了第一間由印度人經營的印度餐廳 所以在英式酒吧吃咖哩 是跟英國的歷史很吻合 絕對不是九五八八 這裡會有四款咖哩 分別有海鮮、肉、雞和素菜 口味有辣有不辣 總有一款會適合 這裡的咖哩我喜歡 味道多元化 有層次 香料味很香很濃 由於實在太好吃 我又太心急了 做到 如果想吃傳統地道的英國菜 這裡當然有 除了很好吃的炸魚薯條之外 我就特別喜歡這個 來自英格蘭東南部索菜 黑絲棍的牛腰批 Kings Belly 會跟大埔區街市兩間雙熟的牛肉檔 留起牛腰 處理好之後 就會先炒香西芹 甘筍 和洋蔥 然後再加入牛肉 和飛了水的主角牛腰 炒多四至五分鐘 然後再加入醬汁 燉它三個半鐘 當這些餡料收了汁 和攤凍之後 就可以用酥皮包著去焗 師傅說 每個牛腰批的餡料重量 大約二百八十至三百克 非常足料 在香港 吃到牛腰批的地方 應該一隻手掃得完 牛腰批 我吃這麼多次 我都這麼喜歡吃 其實Kenny這兩年 酒吧葉物首當其衝 我問你怎麼做 其實我們2007年到現在 我們一直都有廚房 只不過 野食的滲透率 沒有那麼高 但現在將酒吧 變成餐廳的話 要將食物的比重 多些 如果不是生存不到 轉了餐廳照後 實際上 我自己覺得 我們廚房師傅的出品是不差的 我對他們的出品很有信心 相信 越來越多人知道這裡有我們的美食 而且越來越多人喜歡 那你又認為 Kingsberry在大埔有適應什麼角色呢 是什麼角色 我從來沒有想過 那個角色是高低 但我們正在做一些英式的事情 可能外國人會比較喜歡 始終都可以喝 可以吃 他們會比較喜歡 起碼我們的桌子 都可以坐到六至八個人 會給外國人一些聚覺的地方 其實很多外國人都會在這裡 認識到其他的外國人 大家做朋友 可能 有時工作上有交流 或者工作以外的生活 有交流 或者一起行山 踩單車他們都會有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沒有了Kingsberry會怎樣 沒有了Kingsberry會怎樣 十幾年前 Morgan開始幫我做事 我就跟他說 Kingsberry 是一艘船來的 我就是這艘船的船長 我在Bridge那裡握這艘船 如果這艘船是有問題的話 你們應該是坐舊生艇 先走 我是最後一個氣船的 如果Touchwood真的要氣船的話 我就出去打工 經常都有很多人說 做飲食鹽 是 never lasting 始終會有一個句號 我當然盡我能力 這個句號的日子 越遲越好 是不是 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無論一個地方可以凝聚幾多人 喝得幾痛快 時光流轉 始終都會曲終人散 所以我偶爾提醒自己 要來光顧一下 儲一下回憶 畢竟 最近兩三年 香港有很多事情 說無就無